妈妈让女儿晚上不要吃冰淇淋 女儿撒谎说吃的是晚餐 突然女人发觉冰淇淋的口感不对 吐出来一看冰淇淋竟变成了鸡块 女人又看向桌上的冰淇淋 里面也变成了没吃完的剩鸡块 在女人懵圈之时 朋友打来电话借钱 女人借口说自己现在不方便说话 结果下一秒 女人果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朋友在电话里询问 小美你怎么了 怎么突然不说话了呀 慌张的女人联想起刚才的一切 她急着的用手机给朋友发微信 果然女人的喉咙又能发出声音 女人一下高兴的起来 于是又向朋友发去微信 果然一转眼衣服变成了蓝色 女人借着望向桌面的鸡块 给朋友发微信 果然鸡块变成了披萨 接着女人看到了自己不及格的成绩单 心生一恋给朋友发去微信 果然视觉变成了100分 这时朋友打来电话问道 小美你发洋电风了吗 为什么给我发这些乱七八糟的微信 兴奋的女人迫不及待的告诉姐妹 你知道吗 我现在高兴的像个象拔棒 刚说完女人才反应过来 刚才说错话了 随后女人的身体开始收缩 静真的变成了一个象拔棒 蔓卖来了 既然变成了一个象拔棒 看我这样玩的 小�先生 homme在冲机里 F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